欢迎来到贝尔的厨房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熬猪大骨高汤 准备一锅冷水将猪大骨600克放入锅里 开火将猪大骨的鞋水煮出来 煮出的这些浮沫就是猪骨里面的鞋水 要将鞋水煮干净这样才不会有腥味 那记得一定要用冷水将猪骨煮开 如果用热水煮猪骨这样猪骨表面很快就熟了 猪骨里面的鞋水也就煮不出来了 用筛网将浮沫捞出干净 鞋水煮干净 煮到像这样不再有浮沫产生 用水将猪大骨清洗干净 多清洗几次直到水干净没有杂质 煮净面 油煮出干净 煮出干净 油煮出干净 肉煮出干净 肉煮出干净 将三千细细的水煮开 放入清洗干净的猪大骨 转中小火盖上锅盖熬煮两小时 两小时后高汤已经呈现乳白色了 关火让高汤冷却变凉 高汤冷却后将猪大骨捞出 将高汤装入制冰盒做成高汤冰块 可保存二到三个月的时间需要多少就取多少 方便又好用 也可冷藏保存但仅能保存二到三天时间较短 使用材料放在影片后方及说明栏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加小铃铛 你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他人马上转入 中小铃铛